北京时间8月17日,在亚运会男足小组赛一组的一场对决中,韩国男足爆冷不敌马来西亚男足,爆出了男足赛场开赛以来的第一个大冷门。 韩国队参加本届亚运会的目标非常明确,那就是夺冠,为此他们召入了孙兴敏,黄喜灿和赵贤又三位超龄球员,尤其是孙兴敏,亚运会夺冠几乎是他免除兵役的最后机会,对于他的职业生涯将有极为重要的影响。 在第一场比赛中,孙兴敏在VIP做席,上全程看完了球队6比0大胜80的比赛,但事实上,韩国队在此役的下半场表现得非常糟糕,中场前才利用一粒点球将比分锁定为6比0。 而本场比赛,马来西亚U23男足,并非人们传统认知中那般渔蓝,在年初的U23亚洲杯上,马来西亚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击败沙特,闯入淘汰赛。 当时马来西亚的排名字,170名开外,而同为东南亚球队的越南甚至闯入决赛,最终不敌乌兹贝克斯塔去居亚军,但这两支球队的表现,已经显示了东南亚足球正在逐渐崛起。 而对于韩国队来说,本场比赛的失利,让他们一胜一负再列小组第二,而马来西亚则是二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。 最后一轮,即便韩国击败吉尔吉斯斯坦,只要马来西亚能够击败首轮0-6输给韩国的80,韩国依然只能屈居第二。 更为关键的是,以韩国如此状态,别说夺冠,能够打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。 而在韩国输球之后,孙兴敏成为球迷和媒体人调侃的对象。 足球报国内部主任李玄表示我咋感觉,全世界都在送孙兴敏去当兵呢? 体坛周报著名记者马德兴表示,韩国一比二马来西亚,亚运会南足第一个冷门, 既然孙兴敏不想碰中国,那这个任务交给小日本了而球迷们的智慧更是无穷。 有球迷用了世界杯的一句经典台词,我是孙兴敏,现在慌得一逼,也有球迷调侃道, 我想点一手当兵的人送给孙兴敏,向军人孙兴敏致敬,还有球迷扯到了国族哈哈哈哈,韩国这是想避开中国对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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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